今天的信息是基督赐的义婆和基督徒所行的义 这两样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 第一个就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义 就是说我们本身有很多罪 耶稣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是将他的义婆加在我们身上 意思是什么呢? 在神的眼中,我们不单止是没有了罪 是耶稣的义婆在我们身上 耶稣的义婆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 以至于神的眼中,我们很像耶稣那样圣洁公义 这个就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义婆 但基督徒也有一个世玛依,在罪有说的 结白的世玛依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基督徒原来在永恒有两个荣耀的装饰 一个就是耶稣的义,另一个就是我们所行的义 我们两个不可以没有了耶稣的义婆 也不可以没有了基督徒所行的义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留意这个真理 这个信息对我们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真理 可能很多人比较少留意到的 是圣经讲到不信靠神和不遵从神的人 都在神的烈度之下 在我讲到很多时候都讲到神的爱 神的慈爱,神的恩典 但同时圣经是有讲到神的烈路 我或神的圣洁公义和烈路 对于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因为圣经讲了真理我们需要认识的 但是这个烈路耶稣的义婆 是遮盖、信靠耶稣的人 这个烈路是随去的 所以我们信靠耶稣 跟从耶稣的人是不需要惧怕 死了,我在神的震怒之下是不需要惧怕的 圣经也只是说 那些不信靠和没有遵从的人 在神的烈路之下 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真理就是 神是慈爱 同时祂是圣经公义的 祂是很慈爱 祂不想我们失去救恩 祂不想我们离开祂 祂将很多恩典赐给我们 但同时神是圣经的 祂是审判的主 祂亦都会按照我们的行为 报应我们 当人行恶的时候 神是会惩罚 亦都是有永恆的惩罚 如果祂听话的时候 是会有永恆的赏赐 这个是神的恩典是很好的 因为神的赏赐是永远的 就是说我们为 任何一个主的弟兄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所有的赏赐是永远和我们一起的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恩典 我们也要分辨恩典和律法 戒命的分辨 恩典就是神为我们做的 就是神伯伯赐给我们的祝福和帮助 比如神爱我们 折罚我们 神寻找我们 赦念我们 拯救我们 神也计划祝福我们 祂兴起我们 祂兴起我们 纪念我们的事物 祂赏我们 这是神的恩典 同时有神的律法 戒命和贊任 就是什么呢 我们尽心爱神 我们需要做的 这些就是人做的 恩典就是神做给我们的 论法就是我们做的 尽心爱神 敬拜神 尊敬神 爱人如己 关心人 离开罪和传福 这个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 而基督徒如果没有做的时候 是会有后果的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悔改又去尝试改的时候 是去努力改的时候 神一定起来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了 我犯过罪 那就是以后 神就不喜悦我 那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 就是说 当我们犯了罪 我们真心悔改 真心悔改的时候 神是喜悔的 不过同时也有一个真理 就是犯罪一定有一个后果 比如一个简单例子 有个人随意罵人 他真心悔改 不过罵人的伤害 已经是全流的 神会赦免他 他真心悔改 人是可以某程度 要算他 因为人的要算 和神的赦免是不同的 神的赦免是完全的 但是人的要算是有限度的 将他和这个人罵了监后 可能永远留下一个跟辞 和关系上有影响 就是说 神已经赦免他 但是 他是会有这个罪的后果 我们都明白 最后有罪的后果 是会影响这个人的 所以我们犯罪 虽然一方面神会赦免 但是我们一方面明白 犯罪有犯罪的后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逃避罪恶 靠着耶稣去处理一切的罪恶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平衡 基督徒不是一个巨派之中心 死下死下 哇 神不喜欢我 神要罚我 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不是这样说 圣经的基督徒是可以在恩典之下 开开心心做基督徒 而全心 喜乐的心遵从神 因为遵从神 因为遵从神是欢喜的 而遵从神的时候 是有神的管教 或者是懲罚 所以他们就要留意 我们不要犯罪 崇拜 有些人说 我能控制自己 我会发生生生生生的 只要在一个巨派之中 而且越有神的同在 就越是有平安、轻省的 越是有力量的 我们接着就讲到 圣经有讲到 不信靠和不遵从神的人 会得到的神的震怒 在约翰峰三章三十六节 下面是和合本的 我们先读一读和合本 信指的人有永生 不信指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尝在他身上 这个经文 其实翻译是创的 我合本其实圣经是非常好的 很多地方都很好 但有些地方是有翻译有创的 这里就说信耶稣人有永生 不信的 得到永生就是神的震怒 在不信的人身上 不过原文圣经不是的 如果大家上网找 interlead the Bible 就算你没有读过希腊文 interlead the Bible 如果是中文 你写不过中文 因为我不知道网上有没有中文 就是希腊文对英文的圣经 你要发表信指的人有永生 那个信和后面的不信从子的人 得不着永生 那个字是不同的 我们读一读新业本的翻译下 其实现在其他的业本 多数都会跟这个原文的翻译 就像这里这样 信指的人 信指的有永生 不信从子的必不得变永生 神的震怒却常在他身上 这里讲的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 不信从就是不信靠或者不遵从神的人 就不能够变永生 他意思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我口话信耶稣 不过他没有跟从 这些人是不能够变永生的 意思是什么呢 有个人就说我信耶稣 但是呢他犯罪没有悔改 他没有觉得我得罪神 这个事我需要悔改离罪 他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呢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呢 不是只信耶稣得永生的 圣经是好像说信子的人都永生 不过圣经也都说到 不信从 就是没有信靠 或者没有遵从神的人 是得不着永生的 因为有个人说 他说我信耶稣 不过他就随便犯罪 随便罵人得罪人 甚至犯奸人 甚至犯奸人 甚至偷钱 他就觉得 耶稣赦免我了 所以我犯罪都不紧要 这样的时候呢 他说信这个信是死的 很重要的是 真信心一定有好行为的改变 真信心 但因为他信心 他说犯罪不紧要 其实他的信心是死的 这样的时候呢 他是不得到永生的 而且呢 还有神的震怒在他身上 即是说呢 不信耶稣的人 还有那些话信 其实那些不是真信的 话信 而没有遵从神的人呢 他是有神的震怒在他身上 即是神的事自 不起他们 神也是会管教 或者懲罰他们的 他们是得不到神的祝福的 这个圣经的真理 我希望大家明白 大家可以上网 找这些文章 找这些经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文章三章三十六节 好了 另外的经文 罗湾书二章一节 你想论乱人的 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乱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者论乱人的自己所行 你竟认着你干硬不悔 为自己的迹速憤怒 以至神震怒 遍他公义审的日子来到 他说你论乱人的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信不信耶稣 无论你是什么人都好 无论都无可推诿 你在哪一件事上论乱人 你在什么事就定自己的罪 这个经文都挺严重的 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务 但很多人一看圣经 他时时就记住 虽然耶稣得余生 所以不要紧要的 论乱都无所谓 有时有些人 有些所谓的颠覆 或者真的他远又颠覆 他走过吃饭说什么呢 教会有什么不好 牧师有什么不好 教育有什么不好 随意的论乱 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 没有想到自己做错的地方 他只是在心里面 即存一种愤怒 这里在罗瓦斯2章1节 都说到 你论乱人的 无论你是谁 都无可推诿的 即是你不能够推诿这件事情 你不能推卸责任 就是说 论乱人的时候 你也会地论断 即是说 有些基督徒 所谓基督徒 他们随意的论乱人的时候 他要面对神的审判 那在《行》里面说到什么呢 他说 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剩下第五节 你是接触愤怒 即是你将这个愤怒 神的愤怒 一直接触在你身上 那有些人说 那不是很恐怖 那我们就需要悔悔 所以我们需要悔悔 不能够一生的人继续去 不断论乱人 就觉得 不要紧要的 不要紧要的 我求主赦便便便便便 那我又继续论 这样的时候 正经是说到 接触愤怒 那便再和这个人 他觉得 和神的关系 他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关系 如果他是没有的时候 他是直接是不得救的 如果他是有关系 不过他 他真的很多事 脱落 时时会论断人的 那后果是什么呢 他会受到神很多的管教 不是懲罰 他一生中很多问题 同人关系不好 十年都会用各样的方法 去管教懲罰 好像管教懲罰大卫一样 他一生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原来论断人是会积蓄愤怒的 我们不可以随便论断人 我们有论断 我们悔改 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 我们离开这个罪 并且用正确的方法 马太十八章说到什么正确的方法 就是当人有不对的时候 我们一对一跟他说 如果处理不了 找两三个一起去说 然后他都不肯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跟教会说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处理方法 并且用爱心说成实 不是强硬的 不是令到他难受的 是引导他想他悔改的 这样的心 比如说看到有些人有问题 我们就用正确的心去处理 就不是随意去批判 去论断 好了 下一个经文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贤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当真理的人 就是说到神的愤怒 是显明在那些不贤不义 那些不贤成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当真理的人 就是说 原来那些不贤成不公义的人 神的愤怒就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多处 其实大家如果找愤怒 全本圣经是有多次说到神的愤怒 拿红书一章六节就很清楚很强烈 他发奋恨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火倾倒 盘石因他崩裂 这里讲到神发的奋恨 谁能够站得住 就是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奋恨之前 他发烈怒的时候谁能当得起 当神要发烈怒 没有人能够顶得住 他的愤怒好像火倾倒 好像火倾倒 盘石因他崩裂 当他要审判的时候 就算盘石也会崩裂 就让我们知道 神的愤怒 我们不可以轻看 不可以看小神的愤怒 但是基督徒 我们信靠神 听神说 是不需要在这种惧怕之下 第二点就是说 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将异袍赐给我们 又除去神的愤怒 就是说耶稣 他将异袍给我们 遮盖我们一切的不宜 在神眼中好像耶稣的圣结 并且随去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基督徒不应该在惧怕之中 做基督徒 是轻松喜乐 罗马书五章九节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清义 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这里说到 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清义 清义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是疑人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就算基督徒都不是疑人 就算我们所行的疑 以赛书说到 我们所行义都致污蔚的衣服 有些人说 怎会是污蔚的衣服 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譬如当我们祈祷 我们有没有怀疑神 祈祷的时候有没有说 神啊你都不听我的 到底神你会怎么回应 这个其实是罪来的 是怀疑 是不信 或者我们帮助的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耐烦 为什么邦极你都不肯信耶稣 邦极你都不肯听耶稣说 都不肯爱耶稣 就有不耐烦 心里面有怨分 这个也是罪来的 或者心会担心忧虑 当我们就算是侍奉的时候 糟了 后果会怎样呢 人会不会听话呢 我们有担心忧虑的时候 也是罪的 其实可以说 我们没有一样好行为是完美的 比如领经拜的人 有时心中都会有一些 懷疑那些人有没有投入 自己就不能投入去敬拜了 于是在我们任何的好行为里面 我们去看留意 都是不完美的 不完美怎么办呢 耶稣是赦免我们的罪的 就是说我们在好行为上的罪 当我们传福音 当我们帮助人的灵命 有不好的时候 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神是会赦免的 我们有一个信靠神的心 神会赦免一切的罪 有些人不记得求主赦免 神会不会赦免呢 其实神一定会赦免 只要我们一直信靠神 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但是当然 当我们知道我们某一样的罪 我们一定要为那样的罪悔改 并且憎恨那个罪 比如说 有个人的心经常有淫念 污慰的意念 他知道这个罪 他一定要为这个罪悔改 并且他憎恨这个罪 这个罪是会破坏我 将我生命破坏的 是令到神欢喜的 我就真心悔改了 神一定赦免的 就是任何的罪 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 神一定赦免 但是有些地方 我们没有去求主赦免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不耐烦 都不记得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整体和神有一个信靠神的关系的时候 神是赦免我们的 就不是一定说我要认了罪 神才赦免的 赦免罪和称义是两个不同的 为什么呢 我用个比喻 比如有个人杀了人 不过后来 政府就宣布他 无罪释放 某个原因 不知他 因为他有做过什么好事 或者什么原因 无罪释放 无罪释放 不代表他一个完美的人 很重要 他的罪当是无罪 不代表他完美 我们在神眼前都一样 我们没有罪 不代表我们完美 所以我一定要称义 什么叫称义呢 称为神的义 一会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就说到 我们就变为神的义 就是神的义在我们身上 但不是我们做的 是耶稣做的 称义就是宣布你为义 宣布你为义 不只是无罪 宣布我们完美 称义是宣布我们完美 这个我们做不到的 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称义 那你就要借着耶稣免去神的愤怒 就是神的愤怒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 有个地狱的图 打交叉 即是没有了 不再在地狱 耶稣找我们负罪 在右边有个图 有个十字架 就叫我们能够来到神那里 就随去神的愤怒 原来我们称义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的罪洗干净 并且宣布我们 我们像耶稣那样圣热公义 这件事很特别的 是圣热公义 像耶稣一样 但不是我们的 是耶稣的 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清义 这样的时候 我们免去神的愤怒 这个经文非常重要 《神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愿 这里说到无罪的那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替我们成为罪 他正变成为了罪 这里他不是成为罪人 罪人就是有罪的人 他直接成为罪 即是成为罪的化身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他 become sin 他成为罪 他就是罪 罪就是谁呢 就是耶稣 罪就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 全世界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 当耶稣承担所有的罪 他变成了罪的化身 我们就在他里面成为了神的愿 我们就变成为神的愿 在我们身上 这个经文是很清楚说到一个交换 是一个不公平的交换 为什么呢 根本我们不值得得到成为神的愿 不是我们值得 是一个礼物来的 是一个不公平 有很多人说 很不公平 这个世界很多人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的而且不公平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全的公义 因为人种是有规待人 是没有完全的公义 你不可以 那人得罪我 我要讨回公道 某程度可以 不过不能够完全讨回公道 这么多人得罪我们 我们怎么可以讨回公道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全的公道 但是神呢 他是超越公道 就是说我们应该配受罪的惩罚 但是他将耶稣的愿 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成为了神的愿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 我们就成为了神的愿 就是有一个交换 耶稣就成为罪 就是罪的发生 我们就成为神的愿 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变成为神的愿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罗马书四章三节 阿伯拉罕信神 神就算为他的愿 算为也都是称义的意思 算为就是说 你是有罪的 不过算你无罪 就是神说我算你无罪 因为耶稣的缘故 算为 算我们为无罪 看我们为无罪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就是有个人 他真的做工作 得到工价 这个不是恩典 这个应当得到的 但是不做工 不是代表我们 跟什么都不做 意思就是 在得救上 我们做不到的 得救上我们做不到的 只信清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就是说他没有做工 但是他信清罪人为义的神 就是他信这个神 他清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了 阿伯拉罕就算为义了 第六节 正如大卫清那在行为以外 梦神算为义的人士有福的 就是在行为以外 不是靠行为 是算为义的 就是不是他有好行为 足够行为得救 而是他不是靠行为 梦神算他为义 这个人是有福的 所以他就说 这位诗篇32篇所说的 得射面其过 遮蓋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有些人 他们说 新约就是恩典时代 救约是律法时代 其实是不正确的 为什麽 救约是恩典的 那只牛羊 为你献祭 那只牛羊根本不难熟罪 在希伯来书上很清楚说 根本不可以熟罪 根本他不能担当我们的罪 是神的恩典 所以大卫 他看透这件事 他就说 得射面其过 遮蓋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大家看诗篇 和圣经很多处 旧日圣经很多处都说到 宜完满有恩典 有慈爱 不轻易化露 不长久窄避 是有很多说到 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是恩典 不是他们做好 所以他们配得到射罪 所以旧日不是靠行为清义 是不可能靠行为清义 是完全是恩典能够清义 这个人得射面其过 遮蓋其罪 这人是有福 主不算为有罪 不当他为有罪 这个人是有福的 所以圣经讲到给我们听 就是清义的意思 不算为有罪 是清义 清为义的 好了 以赛书611章10节 这个是旧日经文 以赛书 这个经文真的很特别 他说 我恩耶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很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仆给我披上 好将新郎带上华冠 又将新婦佩戴装饰 这里说到 就是 他说到这个就是清义 以赛书 以赛书在旧日 已经说出神的清义 他说 我恩耶华很欢喜 当以赛书写这个经文 神启示的时候 他的心真是欢喜 很欢喜 我心靠神快乐 很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神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拯救好像衣服穿着 公义好像衣服 我披上 就是说 神的拯救和公义 在我身上遮盖我所有的罪 叫我在神眼中成为公义 这样的时候我会变成 如何呢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像新婦配戴装饰 通常新郎新娘 可以说 通常来说 是他一生人中最漂亮的一天 穿得最漂亮的一天 他说 就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非常之华丽 又好像新婦配戴装饰 非常之美丽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当我们有神的拯救和公义 为我们的袍穿在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新郎新娘 那么漂亮 在神眼中 这个经文对我们很大鼓励 怎样鼓励呢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一阵你想象 现在你看到我们 自己的平凡人一样 但在神眼中 我们就好像 神的义扑遮盖 好像耶稣在我们身上 他看到我们 好像看到耶稣一样 耶稣的义遮盖我们 我们好像耶稣那么美丽 好像新郎新娘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有一天鼓励自己 我现在是很漂亮的 神眼中是很漂亮 他很接纳我 看重我 关心我 提升我 欣赏我 欢理我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开心了 就是天天都说 神现在很欢理我 神现在看着我 看到我就喜欢了 神现在是很喜悦我的 我有耶稣的义抱 好像耶稣那么美丽的 这个我以上所说的 就是说到 神的称义多美丽 是一件很美丽的事 因为很多人不太明白 称义 看圣经看着称义 那就算了 就没有很详细的分析 大家用心留意的时候 称义就是不单止没有了罪 而是 将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好像耶稣那么美丽 耶稣那么完美 神看人 就不是看外表 是看你的生命 是不是圣结公义 神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而当我们有耶稣的义的时候 就像耶稣那么圣结公义 神就会完全的喜悦 那么 也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 加拉太书五章四节 就是明白 我们在讨神的爱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是不可以靠行为 一定是恩典的 而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就说到 你们只要靠律法清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聚落了 就是如果有人要靠行为 来得到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 得到永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他要从恩典中聚落的 他靠律法 靠遵从 律法意思是遵从神来清义 所以清义一定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工作 靠行为清义 他是与基督隔绝 很重要的 从恩典中聚落 所以我们一定说 神 我是完全靠你的恩典 是因为你的恩典 所以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先讲神清义 但同时圣经也讲到 基督徒所行的义 这个是非常之特别的 在启示六十九章七节 那里讲到 高阳分取的时候到了 身负也自己预备好了 那身负是怎样的呢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阔胡不是加上去的 阔胡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有阔胡 有两种 有些是原文是什么 那些就是解释 有些经文 有些人这样翻译 但原文是这样写的 但这个阔胡没有写到原文 意思是什么呢 是原文有的 那为什么他用个阔胡呢 因为他和上文的 是好像解释上文那样 解释上文 所以用个阔胡 这个是一个标点符号 就是原文是有这句说话 这个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他只是解释上面的世麻衣 到了高阳分取 就是基督和教会分取 这个分取和普通人结婚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纯粹是一个灵里面的结合 并没有肉体的结合 不是好像新郎新娘那样动房 不是这样的 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是一个和基督灵里完全的结合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羔羊的婚言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候 哇 我们想都想不到 哇 我们在神眼中 那么喜欢我们的 我们有基督的义婆人的身上 不过这里同时有说到 我们蒙恩得川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那这个是不是冲突呢 其实不是冲突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有耶稣的称义 然后我们所行的义是跟着我们的 在基督律里另一个经文有说到 他们的义行也都随着他们的 一直跟着我们 每一样的义行 我们如何祝福人 帮助人 鼓励人 提升人 向人传福音 建立他的灵命 关心人 奉耶稣的命 祝福他 这些所有都永远跟随我们 并且成为我们永远的装饰 所以我们每一样的好行为 我们都要欣赏自己 又不要骄傲 如果骄傲又很有问题 不是骄傲 而是多谢耶稣 我有机会服侍你 首先耶稣称我为义 接着我有机会服侍你 是一个大礼物 我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服侍你 这样的时候 原来我们将来的荣耀是两样的 一个就是耶稣的义 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在我们身上的 下面一个图 有一个图左边的 就是有个人在天上 穿着光明的细麻衣 然后有些什么好行为 就是他的怜悯人 他传福音 建立的灵命 捐奉献乐意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好行为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 不过这些例子 这些就是永远跟随着我们的 神所喜悦的 启示了三章四节 这里讲到穿白衣 这个白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 一看一看 然而在撒迪 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为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性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必不从身面策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事者面前 认他的名 这里讲到有几名 在撒迪那里很多人不听话 不过有几名是未曾污为衣服 那未曾污为衣服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他们的行为是蒙神喜悦的 他们会真心悔改 然后他们真心 首先他们信靠耶稣 做救主 清义 然后他们有罪都好 他们悔改 他们尽量去遵从神 这就是他没有污为自己 即是没有让罪在他身上一路影响他 即是说这个未曾污为自己 是说到他的行为有关的 不是清义方面的 是他的行为是圣热的 是神所喜悦的 那他们就要穿白衣了 所以这个白衣 让我们看到不单止是基督的义婆 亦都是我们的好行为 就是他没有污为自己 于是他们就能够穿白衣 他们是配得过的 因为他们是有信靠耶稣 亦都是有遵从神的 所以他有他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凡得性的必这样穿白衣 得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信靠耶稣得永生 并且是跟从耶稣的 遵从耶稣的 不是正说得过信 什么行为都没有 而是他真的靠着耶稣去得性 得性是否就是一百分之一百无罪 不会的 是人人都一定有罪 尤其是我所说的 我们好行为都带有罪污 我们都会有时发猛烈 发脾气 不喜欢一些东西 不喜欢一些人 看少一些人 这些都是罪 在我们心中一定有这些罪 但是我们会靠主去得性 就是说我们不继续让他影响 比如说一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我立刻悔改 也都向那些人认错 然后我们就去修改 就是说我以后尽量去说好的说话 这个就是得性 就是说不单是悔改 我们真的靠主去离开罪 就这样穿白衣 所以这个白衣 不只是说到疑袍 不只是基督的疑袍 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圣徒所行的义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污蔑衣服 以及他们是得性的 就是形容这个人的生命 是没有污蔑自己 没有让罪污蔑自己 并且他是靠耶稣得性的 那这些人有什么效果呢 他不会在生命策上 逃活他的命 他的命在生活策上 还有耶稣是会认他的命的 这件事是非常好 到有一天在天堂的时候 耶稣说我认识你 哇 这个人很开心 但是如果好像马太七章 21到23次 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罢 哇 那时我想非常恐怖 我们不想他的名字被涂抹 为什么呢 我们不可以让罪污蔑衣服 我们就说 神啊 我真是求主赦免 亦我愿意全心遵从神 有些人就说 全心遵从神很难的 怎样圣结 其实动力很简单 我曾经说过四个动力 第一 神这么爱我们 第一 第二 我们很宝贵 第三 凡是亲近神 遵从神 服侍神 侍奉神 神一定喜欢的 第四 不亲近神 不遵从神 不服侍神 不侍奉神 一定有破坏性 因为这些是圣经所吩咐的 我们做不到这么多 我们尝试去做 就算一杯凉水 耶稣说得很简单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因为门徒的名案 因为他是门徒 因为你是熟基督 将一杯水给一个小子 就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 而乐意做 神就欢喜 神就赏赐 神就祝福 所以基督徒可以 遵从神得很开心 一没有遵从 做错 立刻求主赦免 神就欢喜 然后我们一遵从 神就喜欢 这样的时候就不会有压力 但如果经常说 哎呀死了 我又犯罪 哎呀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没有办法 涂抹我们的罪 我们只能够求主赦免 并且我们憎恨罪 知道罪有破坏性 我们就处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行在圣结之中 我们将来的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就是我们所行的义 就永远跟随我们了 好了 那我们总括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 耶稣所赐的义仆 就是我恩耶华大大欢喜 我心靠神快乐 因祂以拯救为依给我尊赏 以公义为仆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像身父佩戴装饰 这个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做的 是我们信心领受 信心不是行为 为什么呢 我只是拿 那是神给我们的 我用一个例子 有个人快饿死 你给他食物 他饿死了 他拿食物 这个只是一个领受的方法 是一个拿礼物的方法 不是他说这个人真的好 这个人真的好 他饿死都肯拿我的食物 这个不是他的好行为 他只是一个领受的方法 我们要明白 信是领受恩典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信靠神 我们就有这个 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 以公义为仆给我们披上 我们就好像新郎新娘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就很欢喜快乐 这个就是主耶稣赐的义仆 每一个真信耶稣的人都一定有 但同时我们一定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玛依 这世玛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就是我们将来会看得见 其实现在也有 不过我们看不见 我们现在也有耶稣的义仆 我们也有我们所行的义跟着我们 神就看到 神的眼睛会看到什么呢 这个人是有耶稣的义仆 亦是有尊重神 所以他是神所喜悦的 神会看到他所做的每一样的好行 这个其实也是很划算的 为何呢 神掌管一切 神在一切恩典的手中 而神欣赏我们的时候 真的没有好得过 我用一个例子 如果你上班的老板 他看得起你 他重用你 这个在公司是会有益处的 在公司是蒙福的 而这位欣赏我们的是神 神是欢喜的 神是喜欢的 真是好得无比 所以我们有耶稣的义仆 我们有罪 立即求主赦免 神就遮蓋 我们不需要担心 犯了罪 我们不需要再担心 我们就求主赦免 有时有些人说 我的罪都很严重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说 神啊 这么严重 我就是真心悔改 你就是来救罪人 你就是来到 在罪人中 就是罪灰 主啊 你就是一个罪人的救主 我就是罪灰 你赦免我 神就是很乐意赦免的 神不是我们够完美才赦免 任何一个真心悔改的人 神都一定赦免的 然后我们所行的义 也都是永远成为我们的荣耀 还有祝福神会喜悦的 圣经很多地方说到 我们尊重神是会带来祝福的 譬如说 圣经又说到 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些就加给我们了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 关心神的国度 传扬福音 去拯救更多人 并且是让耶稣做王 那就是神的国度 还有遵从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些一切就加给我们了 圣经是答应的 其实你留意圣经的祝福 都是答应给那些听话 遵从神 爱神的人 譬如说 神为爱祂的人 所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当我们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天理地何等的高 祂的慈爱 向敬畏祂的人 亦都何等的大 其实神爱世人 不过他没有敬畏神的时候 他得不到神爱的益处 他会活在很多苦虜之中 所以基督徒行义 其实真的对我们有益处 我们的良心会平安兴散 我们会开心 神喜悦我所做的 神喜欢我所做的 我心里便会平安兴散 不会经常有罪的指控 另外神喜悦 神也会祝福 神会为我们预备在生命中 很多割阳的恩典 所以今天这两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时时基实 我们时时都有耶稣的义仆 就算我犯了什么罪 我求主赦免神一定起 我自己都会想起以前我犯的罪 我回想的时候 我都会说求神赦免 不过我知道神已经赦免 不过我都会说求神赦免 但我更加重要是什么呢 我说神啊 你帮我憎恨这个罪 我真的憎恨这个罪 如果我有机会回到那时候 我一定不会犯这个罪 求主赦免我 也帮我以后离开这个罪 就是我想起这个罪的时候 我就不会说 哎呀 真是坏了 我真是坏了 哎呀 整天都 哎呀 做了这些罪 犯了这些罪 真的很差 我就不会去自己打自己 而是我会想起这个罪的时候 我就说 多谢耶稣 你一定赦免我 我求主帮助 我有力量去对付这些罪 然后我就说 我所做的 神都欢喜 我们的人就轻省喜乐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深信神是赦免我们 也都是深信我们做每一样的好行为 神都喜悦 既然一杯凉水 神都一定赏我们 我们就更加做多些了 有机会祝福人 见到人有困苦 就关心他 有怜悯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喜爱连述 我们见到人就怜悯他 很想帮他 很想帮他 很想帮他信耶稣 很想帮他得到神的恩典 也都用多些爱心对他 让他更加看到基督徒的生命 在我们生命之中 这样的时候 这是神所喜悦的 圆主帮助我们 一方面有耶稣的称义 另一方面 就是时事 做耶稣所吩咐的事 也都时事 欣赏自己 不是骄傲 我说 谢谢耶稣 我今天有祝福人 我也是欢喜 因为神会纪念 但不是骄傲 也不要向神讨仗 神啊我今天帮这个人 你记得要赏赏我 你不用 我们不需要说 神会知道 神一定会做 也我们不可以跟神说 神啊我先数一数 我做了几件事 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就变成了骄傲 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一样但有罪污 我们只是说 神啊求你赦免我这些罪污 求你愿立我所做的 愿立我的奉献 愿立我的事奉 求主祝福我 提升我 让我更多祝福人 其实我们一生可以祝福人 无数 很多很多机会 有时就算在街上 跟一些人说一些温和的说话 说一些令到他舒服的说话 他都会有好感 然后我们有机会就向他传呼 这些是神喜悦的方法 用爱心去祝福人的 好 这时候我们用一首诗歌 就是以赛书六十一章十节的一首诗歌 是Irie所作的一首诗歌 他为了我们这篇《港道》而作的诗歌 下来女儿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有耶稣我们就要一切 有耶稣我们就要二婆 有耶稣我们所作一切 神都喜悦的 哈利路亚 我任你大大欢喜 我深求神快乐 你以拯救为意 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报 给我悲上 将新郎带上华冠 好 神都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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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将义婆赐给我们 也都将我们所行的义 成为我们的光明结白的世玛依 叫我们能够永远享受祢 神啊 这个真是很大的恩恋 求主帮助我们 一方面信靠耶稣的救恩 信靠耶稣的义婆 也都深信我们为耶稣所做的 是神永远喜悦的 我们就努力去传人福音 努力去祝福人 努力去更新人的生命 提升更多人的生命 多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求主祝福我们 结满圣灵的果子 结满侍奉的果子 神一定喜悦的 帮助我们知道 犯罪一定有罪的后果 犯罪的时候 也都会落在神的愤怒之下 我们就求主赦免 我们就离开这些罪 求主帮助我们 得性有余 靠着耶稣得性有余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一起用主祷问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又用的饮食 今日自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要我们遇见事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道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时时穿着耶稣的义袍 也都披戴着我们所行的义在我们身上 多谢颠覆 感谢颠覆 主祝福保守你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优优独播放